會有帶可睡 要先放 汆燙過的小卷 放在鍋子裡煎出兩面 都呈現金黃色 再用番茄 洋蔥 香菜 製成開胃的涼拌菜 一起包進墨西哥餅皮裡 這一道簡單的夏季開胃菜 墨西哥偷抽卷餅 就大功告成 蔬菜有一種很清爽的感覺 我覺得跟小卷很搭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 就是小卷 因為我以前都會覺得 它會有一點腥味 所以我覺得它跟蔬菜 搭在一起的話就很好 摸下去它是軟軟 裡面是軟軟的 它就是裡面還沒有熟 像這樣摸起來 它是Q彈Q彈的 它就是已經熟了 金融區域會廚藝教室裡 學員們專心聆聽 這一堂食於課程 透抽大蝦是主角 只見大夥分工合作 替今天的午餐 親手做料理 政府在推漁食文化這一塊的話 其實他們可以多多辦 這種的活動 這樣子親子 除了去認識台灣的一些美景以外 然後對於這種料理 尤其是海鮮的話 大家的接受度會比較高 小黃瓜穿堂之後 再將大白蝦煮熟撈起 去殼之後 將蘋果杏仁花生粉 包進大幅捲皮粥 學員們超級用心 這一道鮮蝦大幅捲 成了夏天餐前的開胃菜 是洋蔥蔥蔬菜 然後可能會用一些 鳳梨蘋果小黃瓜都是 然後包含我們最主要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透抽 那我們是以這個為主軸 當然裡面要換成小捲 換成其他當季的海鮮 當然都是可以的 但只要是配得上 可以有辦法去入菜 我們都很可以 歡迎大家去嘗試這樣子 金融漁會舉辦了漁村小旅行 所以安排民眾走訪八斗子漁港 認識漁港的前世今生 中午在漁會處理教室 讓職人帶領民眾 手作漁港施房料理 只見家長帶著孩子 玩得不亦樂乎 就帶小朋友來體驗一下 然後瞭解一下在地的文化 那又可以一起組織得非常開心 更瞭解的話 因為我先生有漁船 所以會對這邊當地的細節 會更清楚 而且有故事 而且第一次看到那個打兵的 對啊 我們之前都是去別的漁港打兵 然後第一次親眼看到 真的很特別 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不知道八斗子漁港 居然是一個這麼大的漁港 那有的時候會經過這邊 但是也很少有機會 走進來漁港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早上先安排了 一個小時的漁港走讀 是先帶大家瞭解說 我們現在八斗子漁港的設施 還有我們一些漁船的運作 還有船型我們捕撈的方式 那接下來是到我們漁會的教室 去做料理 主要是讓民眾認識我們 跟漁業有關 那也認識我們基隆本港的食材 那要怎麼回到家之後 可以使用這些食材去做料理 漁船小旅行 帶領民眾走訪漁村景點 還有職人手把手傳授廚藝 讓民眾認識漁港文化 也傳承了漁村的特色料理 記者黃少民就用報導 一 二 三 龍